好, 晚安, 大家, 你好 好, 如果你沒有的話 我已經把筆記發給大家 所以如果你沒有的話 請邀請你的朋友 把筆記傳給你 今晚我們的題目 是充滿目光的人生 充滿目光的人生 我們開始進入這個課題之前 我會和你們講一個故事 這是真實在歷史裡面的一個故事 1880年6月27日 有個女生出生在美國的阿拉巴馬州 當她19個月大的時候 19個月不是19歲 19個月大的時候 因為一個疾病, 因為化燒 她失去了她的視力和聽力 變成一個又濃又盲的人 這件事發生之前 她是一個很正常的小孩 會說話, 會看, 會玩, 會笑 變成又濃又盲的人 不過她沒有放棄 一開始, 從小到七歲 她學會手語 即是在你的手裡畫一些東西 然後她畫出來 這樣跟人溝通 跟家人溝通 後來透過一個保母 學會了用手摸字 即是字母打得出來 她可以感覺到 不是盲人的盲魚 是正常的字母 用手指來摸 來明白發生了什麼事 她學會了怎樣用手去上讀 她會用手放在別人的上讀 然後她就可以感覺到 別人大概在說什麼 而且是知道她想溝通什麼 到她十歲的時候 她雖然到這個時候 已經學會了蔓延 不過她還想 都還未足夠 她決定開始 要用口來說話 記住這個是有濃又盲的女生 學會怎樣去說話 其實我現在知道 可以找一些照片 是要找另一個人 把她的手放在嘴裡 教她怎樣移動嘴唇 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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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音出來 怎樣才可以說出來 然後她學會了 不單止這樣 她還要繼續讀書 上大學 1904年 她成為了第一位 又盲又濃的人 大學畢業 而且是哈佛大學畢業 她在她之後的87年的人生裡 她成為了一個作者 寫了14本書 很多文章 去了五大洲 39個國家做港者 就是各地不同的地方 一個有濃又盲的人 去做港者 為其他人帶來希望的港者 贏了很多獎項 和英國前總理 Wincent Churchill 曾經叫她 我們世代之中最偉大的女人 這是誰 這是海倫 海南 Helen Keller 而且她說過一句 記住這是有濃又盲的人 在這個世界上 做了一個很大的影響 她有什麼金句說過呢 她說 唯一比失明更糟糕的 是你看得見 卻沒有軟見 所以我想問你今晚的問題就是 今晚的你 會不會比一個盲人 更少目光 你會不會比一個盲人更少目光 雖然這個女人失去了她的視力 失去了她的聽力 不過她沒有讓這件事阻止她 而且她不單止是港者 不單止是和人溝通 而且她發覺社會裡面有很多 她覺得不正確的地方 她覺得可以進步的地方 她不斷向這個目標去進發 我們當她看所有 在一代人一個世代裡面 產生的影響力 或者最有影響的人 都是有先見之明 即是怎樣呢 你要看著你自己的世界 你自己的情況 然後你會看到有什麼不對的 有些什麼不好的 而且你都會看到一些東西 雖然未發生 不過是一些好的事情 一個你理想的將來 要比其他人看得更多更遠 這個是信仰 信仰即是軟見 我當我們看《希伯來書》的時候 第十一章 第十三節 十七節 這些人到死都滿懷信心 他們雖然沒有得到上帝所應許的 卻從遠處忘見了 就歡喜快樂 承認自己在世上不是寄居 不過是寄居的異鄉人 他們抱著這樣的態度 表明他正在尋找一個家鄉 我們當我們看《希伯》裡面所有的英雄 所有的神 屬靈的男人和女人 他們有什麼共同之處 就是他們看到他們自己的情況 現實的情況 然後他們就會繼續看未來 遠處神的應許 不會只注重在現在有的情況 現在有的問題 現在有的難關 他注重在上帝的承諾 上帝所安排的未來 所有的基督徒 尤其是想做領袖的 都一定要有軟見著色 因為要不斷在不同方面 去扶招人家 去由黑暗走入光明 什麼意思 令人由不是基督徒 成為一個基督徒 這一步你要怎麼做 你要看到一個人 這個人現在不是一個基督徒 現在不相信主 現在完全沒有信仰 不懂不知是什麼 然後你要看著這個人 看到他可以成為一個基督徒 要呼召人 由基督徒成為一個領袖 由一個完全 可能剛才成為基督徒 很開心得救了 很棒 很開心 不過是什麼經驗都沒有 然後要看到他們有什麼領導潛能 或者有茶經小組領袖 變成全導人或者目捨 要看到的不是人現在的現況 不過是他們的潛能 他們應該是怎樣的 不是他們現在是怎樣的 是他們應該是怎樣的 而且你要看著一個人 看到上帝希望他們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今晚我們的課題有四點 第一點 看得見神的目光 看得見神的目光 第一個我們要講的角色就是摩世 摩世是誰 他是一個很軟健的偉大的領袖 很有可能在整個聖經裡面 沒有其他人 像他那樣領導這麼多人 這麼難的難題 他帶領著二百多萬個人 二百多萬整個國家的人 從埃及 埃及當時 在整個世界裡面最豐盛的王國 所有的東西 需要的東西都有齊 雖然他們那個國家是老弟 不過起碼所需要的 日常生活上的東西 他們都有 摩世會將二百萬人 從一個這樣的情況 成事都會 帶領他們在一個荒蕪的沙漠裡面 什麼都沒有的沙漠裡面 因為他們夢想著 進去應許之地 如果他們沒有這個目光 我們的目標是要去應許之地 他們根本沒有可能 會做到這個決定 離開埃及 沒有可能會做到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看到 看不到的上帝 隱形的上帝的行動 摩世願意 呼召他用他自己 和他人的生命 去做一些偉大的事情 為神做一些偉大的事情 我們去希伯來書 第十一章二十七節 謝謝 希伯來書 希伯來書 第十一章二十七節 他憑信心離開埃及 不怕黃的憤怒 他堅忍不拔 好象看見了 肉眼不能看見的主 他是看到上帝 雖然上帝是隱形人 你看不到他 他不會顯現出來 不過他見到上帝 記得嗎 他見到上帝的計劃 他見到上帝的應許 他見到上帝想要些什麼發生 的未來 的指揮 你看到我的筆記裡面 放了幾個 幾個照片 第一張照片 這是魚尾詩 是新加坡 一個很出名的旅遊景點 基本上你可以說 是最出名的旅遊景點 就是魚尾詩 第二 為什麼要放這個呢 因為我和阿楠 明年一月 將會帶領新加坡 宣導隊去新加坡建立教會 我們是望到這個城市 這個地方 現在沒有教會 不過我們要望著這個地方 望到神想需要 所想要的教會 理想的教會 然後我們要向著這個目標去進發 然後呢 第二張照片 我是前幾天去祈禱的時候 這個是在黃埔那邊 我去祈禱 這個是很正常的一個 其實我去過幾次祈禱 以前 過去的年 不過我看到的時候 哇 當我想到去新加坡 看到這件事 我立刻想起 魚尾詩 不過好像有點不一樣 看到魚尾詩是掉轉了 為什麼 因為上帝的福音 會將新加坡完全反轉了 當我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 我立刻 發給阿楠 這個是上帝給我們的余事 為什麼 因為我們兩個 你看到有兩個 將會去新加坡 用全福音 來建立神的王國 然後不單止這樣 還有一點就是 很有趣 你如果很仔細地看這張照片的話 你會看到有兩條這樣的像 不過如果你看到他們的角度 他們不是對著的 因為在後面 你看不到 在照片後面 有第三條魚 有第三條魚 是向著後面 直接對著我後面 去射出去 把水射出去 然後我那時候發給蘭 我說 這兩個見到的就是你和我 見不到的就是神 因為我們見不到神 不過很多人很大 很重要 為什麼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是有這個目標 我之前跟我們 給我們很多意見和交道的 Joe 的另一個傳導人 他跟我說 誰在酸道隊 他說 你有見過酸道隊的隊員嗎 興不興奮嗎 我說 都可以的 應該可以的 是誰都可以的 他說 現在只有你和蘭 只有我們兩個 我說 OK 不過我記得 我們之前在薩摩亞教會 都是這樣的情況 三個人 宣道隊 第一個 宣道隊的會議的時候 他就排好十二張椅子 坐下 他說 因為我們有目光 知道神會繼續去做他的大道 第二個 伊麗莎 伊麗莎 伊麗莎在什麼情況 她有一天 在她的僕人 她的僕人很擔心 很憂心 她的僕人告訴她 有很多敵軍 將會襲擊我們的城市 不過伊麗莎 看出去的時候 她見不到敵人 她不是見不到 不過她沒有專注在敵人身上 她是看到上帝的軍隊 在她身邊的力量 伊麗莎記下 第六章第十五至十八節 上帝僕人的使者 清早起來 走到外面 見到城被軍隊 車馬包圍 就對上帝的僕人說 哎 我主啊 怎麼辦呢 上帝的僕人說 不要害怕 我們的人 比他們的環繞多 她隨後討告 耶和說 求你開他的眼睛 讓他看見 於是 耶和說 開那僕人的眼睛 他就看見山上 到處都是火車火馬 圍繞著伊麗莎 阿蘭人 向伊麗莎衝來 伊麗莎祈求耶和說 求他使他們 黑眼 耶和說 聽了伊麗莎的吐告 使他們黑你玩 黑你玩 雖然他有這麼大 這麼嚴重的情況 不過伊麗莎是見不到他們 他只見到上帝的力量 還有我們要在屬靈的層面看所有的東西 做一個屬靈的領袖 一定要了解 我們現在的屬靈戰爭 如果你不知道 我們現在 我們又不是在 俄羅斯奧克蘭那邊 哪裡有戰爭 其實整個世界 現在都在一個屬靈戰爭之中 以佛所書第六章第十二節 因為我們爭戰的對象 不是這世上血肉之軀 而是在這黑暗世界 執政的 掌權的 管轄的 活上天上屬靈的 邪惡勢力 我們無時無刻 上帝和他的天使 和魔鬼 和其他的魔鬼天使 都在打仗 打仗 打仗 是一個屬靈的戰爭 為每一個人的靈魂打仗 在搶 在兩邊搶 一邊搶過來 一邊搶過來 一邊搶過來那邊 為什麼我們當有洗禮的時候 多麼興奮 多麼開心 因為我們知道有一個靈魂 在撒旦的王國被人偷回來 進了神的王國 還有當我們吹去傳福音的時候 不可以一個很… 這是我的習慣 我有一個這樣的情況 每天就出去 傳福音 和人聊天 不斷地 不是這樣的 我們是在打仗 我們一定要明白 就算戰爭在我們身邊 多麼差也好 因為我們知道撒旦去的 不會是公平的戰爭 其他人就算不願意承認 有一個戰爭在這裡 都一定要保護 我們一定要保護 我們身邊的人 為了神而打仗 可能我們不是基督徒家人的朋友 不知道有這樣的打仗 不知道有這樣的淑靈戰爭 不過他們依然都在這個淑靈戰爭之中 所以我們要為他們而奮鬥 你要看到這裡有另一幅照 這幅照是一部戲裡面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看過 叫做Hacksaw Ridge 我不記得中文的名字 不過在這部戲裡面 那個劇情是什麼呢大概 對不起 如果你們沒看過 我就爆給你們 不過劇情裡面 就是你看到這個演員 Andrew Garfield 他是一個美國人 他是一個美國當兵的人 不過他因為宗教信仰 他是和平主義者 他不會殺任何人 不會傷害任何人 他在軍隊裡面想做軍醫 然後整個戲就是基本上說 他為甚麼 其他軍隊裡面的人 說你為甚麼不幫忙打仗 你為甚麼不幫忙打仗 因為他就不想傷害其他人 然後當他們有人問到 如果你不想幫我們去殺敵人 為甚麼你這麼想去投軍 他這樣回答 我把他那句翻譯就放在那裡 因為當入軍偷襲珍珠港時 我把他當成了私人姻緣 我認識的每個人都火速參軍 包括我在內 我的家鄉有兩個人 被宣布為4F不合格 他們因為不能服役 而自殺了 為甚麼 我在各房工廠有份工作 我可以遠其服役 但那是不對的 讓其他人去戰鬥 去犧牲 而我卻安然無恙坐在家裡 這是不對的 我需要服役 我又精力要和以情 去當軍醫 和其他人一起戰鬥 危險不會減少 只是 當其他人才奪取生命時 我將拯救生命 在這世界分崩離節的情況下 我想把他一點點拼擠起來 這對我來說不自然壞事 當你的心態是怎樣 雖然我可以留在家裡 因為當時你不一定要所有人參軍 他可以留在家裡 不過他說 不對的 我其他的兄弟 我其他的家人 我其他的 我的人民 在用生命來打仗 我怎樣可以留在家裡 去休息 怎樣可以留在家裡 去過一個很舒適的生活 當我只要其他人為我流血的時候 所以我一定要一起去奮鬥 當我看到熟靈中的戰爭的時候 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 為什麼有這麼多門徒 星期一 我們就算打風暴 都有人齊殺 去到我們平時去傳福音的地方 去一起傳福音呢 我就很想表揚一下 在理大的事工 的門徒 因為他們 就算有風暴 八後風球 全部都都齊了 下雨 就可能避開一會兒 不過就在室內裡 跟人們傳福音 沒有下雨 我們就去外面 跟外面的人傳福音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明白到 有一個宿靈的戰爭 每天都有數千數萬的人 過身 數千數萬的人 落地獄 不會認識到 上帝想給他們的恩典 你對這件事情 的心態是怎樣 都是覺得 其實不需要 我去小日 有什麼所謂 有什麼所謂 你是不是忘記了 你也是被人邀請 你也是被人 跟你分享福音 你才得救 如果你想想 那天 如果那個門徒 決定 今天有點累 我先回家 沒有遇到你 你沒有成為一個門徒 你的生命會怎樣 感不感激 對生 如果是的話 你都要努力奮鬥 為了其他的人 為了你的家人 可能你說 我現在不是 我們不是全部人都像Jackson 我的親人 即將會去到一個 有聖影討論的地方 我可以向他傳福音 不過我們每一個人 當我們出去 跟人傳福音的時候 每一個人 都是其他人的家人 我們都會想 我們都完全不希望 可能我們家人 在另一個地方走過 有個門徒經過 不過不肯跟他傳福音 因為不是他的家人 所以為什麼 你要跟其他人這樣做 我經常記得 我剛開始來 我記得我之前 來香港教會之前 是來過探訪過的 即幾個星期 來探訪家人 我記得以前 你們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以前救過弟兄的家 在我的Bakerview 叫做Bakerview 是在整個紅磡之中 最高的一宗大廈 我記得上天台的祈禱 為什麼這麼印象深刻呢 因為我記得我周圍看 360度可以看到 很多不同的大廈 晚上的時候 全部都著亮燈 你看到每一盞燈 可能一個家裡 有四個房間 有四個窗 可能那間家裡有四個人 基本上你周圍看的時候 可以看到香港究竟有多少人 因為每一盞燈 都不算你大校後面 擋住了看不到的人 不過每一盞燈 你可以看到是一個靈魂 是一條生命 是一條向上 非常寶貴的生命 是一個某人的親人 某人的父母 某人的兒子兒女 我們有非常重大的任務 將他們所有人都拯救 不過我們需要知道 需要看到 神是如何在幕後做功 要不然我們錯過了 需要熟靈的戰爭 就變成 我今天去不去全福音 就變成非常自我忠心 完全錯過了耶穌的心態 第二點 看得見潛質的目光 就算其他人不相信自己 你都要相信他們 你都要相信他們 可以成就大事 你都要相信他們 可以成為一個完全不同的人 為什麼? 因為上帝都相信他們 可以成為這樣 當那些法律賽人 耶穌的時候 那些法律賽人 看到使徒彼得 他們看到一個 不學無術的漁夫 看了眼都不值 士堂人章第四章第十三節 在場的人 看得比得和約翰的膽量 又知道他們 原始沒有學問的平民百姓 都很驚奇 他們認出 這死人跟隨耶穌 耶穌一開始的門徒 西人來說 西族來看 是完全不覺得有什麼明顯 不覺得有什麼才華 是一個不學無術的人 不值得一起 這個是正常路過的難民 的責任 不過耶穌看他們的時候 不是這樣看他們 耶穌看到彼得的時候 看到一個先知 看到一個未來的傳道人 看到一個領袖 然後彼得就成為了領導石 一個巔峰世界的熟靈革命 整個世界都被他改變了 為什麼 因為耶穌在看著一個不學無術的漁夫的時候 他看到彼得的心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薄石之中去找薄肉 這是什麼呢 我在下面 都加了一幅相 當然肉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去買 你會看到那些肉是很漂亮 很乾淨 很厲害 很漂亮 很珍貴 不過當我們去 當我們在自然裡掘出來的時候 找出來的時候 是完全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的情況 他們是在很正常的樣子 在裡面的石頭裡 你要把外面的石頭掘開了 你才可以得到裡面的肉 裡面的寶石 薩摩爾記上十六節第七章 第十六章第七節 但耶和華對薩摩爾說 不要看他相貌堂堂 身材高大 我要選的不是他 耶和華不像世人哪樣看人 人看外表 耶和華看內心 來吧 神就是看到這個石頭外面 一個平常的外表 不過看到裡面的心是什麼 來吧 是什麼呢 是從內心發至宿 發出宿靈和愛神念頭的人 現在下一張照片 放一張Jackson的照片 哇 我相信Jackson 為什麼 一開始的時候 很正常 很普通 其實 其實我那天 不太記得我什麼時候遇到他 因為不是特別 身材高大 不像Solomon那樣很高 也不像Jacky那樣帥 Jackson是非常帥 不過那天不太看得出來 那天不太看得出來 我告訴你為什麼 我告訴你為什麼 你那天不在 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他那時候 還沒認識耶穌 什麼意思 因為他那時候 被 還沒成為基督徒之前的罪 纏繞著 你今時今日看到的Jackson 在筆記裡面看到的Jackson 不是一年前的Jackson 那樣 不同的 不同 不過神 看到他有一伙 肯尋求神的心 Jackson 他原本是完全 未接觸過聖經 我說過耶穌的時候 他說耶穌是什麼 然後我就跟他查經 我記得第一次跟他查經 我說 看聖經 他說為什麼 然後我就回答 你想去看 然後他真的有看 每天都看 我沒有認識過他看 我沒有認識過他看 只是他不斷看 不斷越來越熱情 當我們 給基督的愛心給他看的時候 他將基督的愛心反彈給我們 越來越改變 終於變成一個基督圖 你看到這張照片其實是什麼呢 是他有一次廣道的時候 其實是 你現在看到他上台的時候 說話的時候 是完全 好像完全沒有恐懼 是完全改變了 對 當我想起另一個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我想起另一個例子 我想起我們大兄Alfred 對 我不知道你們看這張照片看到什麼 我看到一個傳導人 一個未來的傳導人 他拿著 他拿著那個時候 分享的聖經裡面的要點 分享得很熱情 然後他很專心 去分享 我看到一個未來的傳導人 對 而且這裡沒有放照 不過有一個很特別的原因 我另一個想到的例子 是我們大兄David 哇 你們星期日來過的 都聽到他翻譯出來的 廣東話 超厲害 超厲害 超多才能 不過有遠景的眼睛 就非常罕見 我們去第三點 充滿樂觀的目光 如果一個人是一個悲觀者 在每一個機會 你只會見到困難 不過一個樂觀者 每一個困難之中 都見到有機會 菲拉比書第四章第十三節 靠著 賜我力量的那位 我凡事都能做 你看到這個態度 是完全不是一個悲觀者的態度 如果你說我凡事都能做 你不可能是一個悲觀者 不是 是一個非常樂觀的事情 我凡事都能做 你的態度是不是這樣 你的態度是不是這樣 為神改變 我可以做得到 其實告訴你一個要求 如果神在聖經中命令人去悔改 還有要做這些事情 即是表示什麼呢 表示我們一定可以做得到 每一個人 每一個時候 都一定可以做得到這段經文 因為神命令我們 神命令我們 他不會命令我們 一些完全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當你和自己說 我做不到 我不可以為神改變 這是一個謊 你不斷說謊 不斷說謊 不斷說謊 然後可能 你開始相信 悲觀者往往都有障礙 不過有遠見的人 會向前邁進 當我們 我不知道你們有幾個人 是懂得開車的 不過如果你開車 是只是看你的車頭 你會撞車 這個好像有些明顯 說出來 不過如果你看車頭前面少少 看著有些路線 你要在兩條線中間 如果你看著車頭和兩條路線 你不斷想 我在中間 你都會撞車 你會手震 你會啊啊啊啊啊 然後你會開始出車禍 其實 你要直的秘訣是什麼 是你要放眼睛 遠一點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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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去那裡 你把車去那邊 是跟著那條路的 然後那條路轉 你就 那條路轉 那條路轉 然後你開始這樣 你的車才會在路上 你要看遠一點 放眼遠一點 雖然謹慎是有用的 不過因為謹慎的人 會幫助有樂觀的領導者 去腳踏實地 有時候我和阿南一起去合作的時候 我有些很 嘩 很正的計劃 嘩 很大野心的計劃 例如我們現在去墨西哥那邊 我們準備了一些 材料 一些講話 這樣就 我會覺得 哇 我有些很 我很喜歡的方法 不過幸好有藍 幫忙說 嗯 我們要想一下 實際上是否做得到 所以是有些 謹慎的話 你可以幫助一個樂觀的領導者 去腳踏實地 真的可以做得出來 不過如果我們過於謹慎 就會陷入 恐懼 感慎過龍就變成恐懼 以及過去 經常想著過去的失敗 當你經常想著過去的失敗 你就會失敗 還有你要記住 上帝的品格是拯救者 和創造奇蹟的神 不過如果他要成為一個拯救者 如果他要創造奇蹟 首先 有一個被拯救的需要 有一個創造奇蹟的需要 換句話說 需要有一個非常難 幾乎沒有可能的難題 上帝才可以做出奇蹟 如果沒有的話 做出來也不算奇蹟 我們當我們看羅馬書 第37節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 我們在這些事上 都已經聖德性有餘了 當我們靠著神的時候 我們的態度是完全不一樣的 還有一個領導者是一個基督徒 因為你當一個基督徒 你一定是一個領導者 因為當一個基督徒 是跟著耶穌 耶穌就是一個領導者 一個基督徒 不可以有一個受害者的心態 所有事情都是 哎呀我好慘啊 哎呀這件事發生 我控制不到 不可以有這樣的心態 因為我們要舉例出事情 出錯的原因 對任何人都是沒有幫助的 我們不可以注重在出錯的原因 而不去找辦法去彌補 我們抱怨埋怨 責備 跟領導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要看到上帝如何 才在一個不可能的情況之下 做出一些大能呢 這個才是基督徒的職責 這個才是基督徒的職責 第四點 充滿冒險的目光 當我們有軟件 這個會帶來無險 為什麼呢 因為有軟件的人 會勇於賣出未知的報仇 大膽地去充實地生活 不會按於現況 也不會冒一些愚蠢的風險 他們會喜悅地爬登 比以前過往更加高的山峰 同時也知道 如果有什麼失敗 如果有什麼錯誤 如果有什麼跌倒 上帝會折住你 好像彼得在水上行 馬太福音第十四節 第二十七至三十一章 耶穌立刻對他們說 放心吧 是我不要怕 比特說 主啊 如果真的是你 就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們那裡 耶穌說 好你來吧 於是比特就從船上下去 走在湖面上 要去耶穌那裡 他看得風浪很大 但是 就害怕起來 身體開始向下一沉 變大哭 主啊 救我 耶穌馬上伸手 拉住他下雪 你信心太少了 為什麼懷疑呢 比特在這個情況 在湖面上走 雖然有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走離開了一個船 一沉下去就會死 不過耶穌立刻接著他 當他的什麼錯誤 立刻接著他 當我們是基督徒 在一個完全沒有恐懼的情況之下 去風盛去活生活的時候 我們會有很多很多的冒險 例如我看到這一幅相 就是去年 整班基督徒 整個教會 幾乎整個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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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一起去外國 一起去酸道峰會的時候 整個人一起去玩 很開心一起去 冒險一起去 做一些曾經未做過的事情 看到第二幅相 這個是廣大 昨晚去整晚祈禱的相 下面就是李大 和李大和中大一起去祈禱的相 為什麼我們會做這些神奇 很像愚蠢的事情呢 因為我們知道神是會接著我們 所以我們做這些事情完全沒有恐懼 很好玩 非常好玩 一起去玩 一起去跟神一起闖世界 如果我們要實現一些不可能的目標 我們就一定要用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 為目標 當我們想起奧運的時候 是每四天一次的 整個世界都會聚集 看世界各地的男人 和女人一起努力去完成一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人體我們想到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打破世界紀錄 打破世界紀錄的時間 的距離 的重量 全部一起去看 今年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有什麼離奇的事情可以發生 他們的世界都會很注重 不過我們要問一下 一些願意獻身 獻身於實現精神上 未實現的目標的人在哪裡 當我們做一些其他人完全沒有做過的 去某一個校園 去建立事項 去為其他人施誓 幫其他人成為基督徒 夢想在哪裡 是時候重新再想過 我們的目光是放在哪裡 你現在活的生活 是不是全能的神 希望給你最好的生活 如果不是的話 要想一下是什麼 以及要怎麼做才能做到 然後向神祈禱 今天的課題是 充滿目光的人生 第一點 看得見神的目光 我們要看到神 雖然是隱形 不過我們要看到 他怎麼很大能地做事 第二點 看得見潛質的目光 當你在看其他人的時候 看其他的基督徒 可能是未成為基督徒的朋友 你是只看見他們所有的壞處 所有的弱點 還是你看到他們內在為了神的一夥心 第三點 充滿樂觀的目光 當你有目光 知道神是多麼愛我們的時候 你根本不會想到有什麼壞事發生 因為你知道神和你一起 可以一起去征服這些失敗 這些挑戰 第四點 充滿冒險的目光 你想做一個安穩 沒有危險的生活 他說 基督教跟著耶穌 不是你的理想生活 因為耶穌基督 是經常出去做些 人家完全想不到的事 医治其他人 改變世界 做大事 這個是耶穌的野心 所以如果你跟著耶穌 你都要做一些一樣的事 所以我想挑戰大家 活一個充滿目光的人生 願所有的榮耀歸神 是嗎